女子業餘53KG的比賽 業餘比賽上都一樣有一個 extra round 何慈欣,大家應該對何慈欣都不太陌生 是剛剛過去上一屆G1格鬥的比賽中獲勝 而且他爸爸都是教拳,教紅拳 是劉家良的圖孫 劉家良師傅的圖孫 沒錯 之前在G1格鬥會打MMA 沒錯 看看他的暫立技如何 紅方拳手羅斯亭 這位妹妹的比賽經驗不是很豐富 不過這位妹妹很肯打 她告訴我,我輸也不怕,我很想打 這位妹妹很餵食,所以減幫時很辛苦 好,第九場,女子業餘早 十六歲而已,在聖八多禄學校中學讀書 對,女月王,戰績五戰四勝一負 同學員手,南俱麗慈羅斯亭 心思想 南俱麗慈羅斯亭其實演繹都不錯 是,演繹都不錯 過去也有參加過NHG Fight的比賽 對 是一個很進取型的拳手 不要看他那麼可愛 打拳的時候,絕對不是 絕對很猛 你全晚第一次對拳手作出可愛的形容前 我相信你又會有點麻煩 因為今晚會有祝管同溫看 對 對 好,第一回合就開始了 大家都說 何慈欣的力量都很強 但現在看到羅斯亭也密度很高 何慈欣的腳都慢了 這個人是紅拳 角術式的打法 膝蓋的腳是 低掃 這下膝蓋也不錯 羅斯亭也密度很高 是 我覺得何慈欣的力量比較強 對 拳筋的流暢度 他使用的組合都很高 有顆 這對 但是密度的羅斯亭也不錯 即是拳跟腳跟拳 在Supporting中,爭技應該不太容易用到 要跟對手聊天吧 在專業賽的時候才可以出現 專業賽,如果雙方拳手不同意 也是不可以用爭技的 羅斯汀封的位置很漂亮 所以拳也沒有進入 不過我覺得撐腳做得不錯 看看能不能鎖到 差一點點,能鎖到 想做一個斷頭抬鎖 還有十秒鐘 剛才撐得很漂亮的 剛才撐中 這次只是撐中了 但也撐了一聲 第一個回合完結 雙方差不多了 先後的羅斯汀封 差一點點做到的動作 看見羅斯汀封很像的 左右直拳之後再配合 撐腳或者掃腳是很有威力的 還有力量也是猛的 這個動作差一點點 如果羅斯汀封直腰的時候 就會容易做到 還有你見到何慈欣 就算面對羅斯汀封的進攻 他不會很歉和跟你鬥 對,也是很穩定的 中拳不怕,我中拳 我回一腳給你 還給你吧 第二回合開始 一定要… 又想做了 這樣… 想做一個後橋出發 葉如祖可以用嗎? 成人葉如祖可以用的 是 不過其實很難 要很快的動作才能做到 是 那些拳很猛的 何慈欣的拳 那些拳擊的招式 對 刺拳 直拳 都很穩定的 我都覺得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反而現在這10-20秒 對,羅斯汀封就穩定了 是 可能協助了一點 對 因為撐腳也中了很多 對,中了很多 另外 就算威力未必很大 但他也中了何慈欣很多次 左右直拳 那些 何慈欣的拳 不是說真的很好 但我覺得他踢左腳上來 也挺好的 很厲害 而且撐腳也挺強 他也中了撐腳 羅斯汀封 要撐住,看看能否做到 好 看著 撐腳未必能鎖到你 但令你的氣力不順 對 如果羅斯汀封想做這個斷頭台 一定要站定 一定要站定 最後10秒 第二回合 但仲然一下也沒有第二下 這裡可以 羅斯汀封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還差一點點 想做 想做一個 超級賽事 做不到 現在踏步一個頂膝 很漂亮 一個後直 打個身體 好 這個下手也很漂亮 高掃腳配合一隻拳 這裡也中了很多下 對,這裡中了很多下 如果在拳腳的力量上 就 應該何慈欣的力量 比較大 對 身形上也有一些優勢 對 有 好 好,小心點打完停手回合 大家也好嗎?最後一回合 加密了 對,因為… 因為他一直都是想做… 轉頭台鎖,我覺得,樓詩庭上 大家給點掌聲,狂跳選手 因為年齡七六歲 就在中國的小組會 對… 始終是一個成年人 而且力量也會有一點差距 不過羅斯玲會不會說我不怕 不要緊,最重要是讓我嘗試打 他應該是第一次在修盾比賽 對 他比自己也不怕 現場有很多觀眾為他打氣 我又中了下席 中了很多後席 對 直拳也挺準確的 對 而且密,正如你所說 未必說很厲害 對 但真的中了很多次 而且他的密度 不是打很大的組合 組合未必打得很多 但他每一拳都是名準的高 反而羅斯玲的密度是高的組合 但反而未必那麼容易中 對 對 他已經看定來打了 何慈欣 一個頂膝,一個撐腳 何慈欣為了這場賽事 之前在魚老闆的報道 都看到他要減榜 對 因為他本身也挺結實的 對 最後十秒鐘 有沒有辦法改變呢 但真的要為小妹妹鼓掌 好,完成了 三個回合 三個回合打了 這個回合 何慈欣發揮得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 對 就是力量上面 是 還有距離上面 是優勝 相信應該不用操作 對 要看看權政的判決 第三個回合 第三個回合 我相信應該是何慈欣贏 是 第一個回合都接近 第一個回合都接近 大家給掌聲 這位十六歲的分票決定的 好厲害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這位朱sir口中空 可愛的拳手 是否可以走 日本 Mia那些路線 可能也可以 那個真厲害 笑笑口 每一次比賽 我看到妹妹輸都是笑笑口 第一次選舉 對南方何慈欣的分數 第一回合 紅方27 南方30 第二回合 紅方27 南方30 第三回合 紅方27 南方30 忠實 是,何慈欣贏 紅方發揮得 南方30 所以勝負 南方的選手 何慈欣 我恭喜何慈欣 亦都要為 羅思亭小妹妹鼓掌 是 在力量方面 是差一點的 不過繼續訓練 繼續訓練 應該… 中藝人會獲得更好的成績 是 為何你喜歡這種運動 是 你就繼續努力一點 是吧 他奧樂河前 真的打得挺好的 對… 比我之前看他G1格鬥 對… 暫立的打法 真的打得挺好的 對… 我第一次在現場看他打 真的挺厲害 在力量上是挺好的